横跨在基隆河上的七弦桥不但是七堵对内对外的重要交通桥梁 搭配河景更是美丽 不过不用仔细看就可以发现黄色桥身上绣石斑斑 其他包括千祥桥及百福桥都有同样的问题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在市议会提案 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尽快编列经费 为这三座桥梁先除锈上漆 并且在晚上不妨碍交通视线安全的情况下 规划装设不同的造景灯饰 为七堵的夜间增添景色和光明 我们基隆市尤其七堵市 现在目前的三座桥梁来讲七弦桥 百福桥千祥桥 这三座桥梁的话算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不管是行经我们四七也好 还是经过我们六二快速道路 还是大华系统交流道也好 还是北二高 北二高高速公路也好 都要路径的 避径的路桥 那因为这三座桥也大概新建了十几年有的 那因为基隆市的话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东北基隆又强 目前的话已经面临的刚过桥梁 已经有腐蚀的现象蛮严重的 那耿辉在我们本届的第一二次的临时会也提案 然后也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包含我年署提案的有 陈明健议员及秦政议员 还有郭美秀议员的三个年署 然后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这已经三座通过的案子 尤其这三座桥梁非常重要 那也路径的车辆非常多 然后我也建议我们市政府在明年 是不是在今年度可以编预算 明年赶快来施座 若是市政府在考量整个行车安全无遗力之下的话 是不是可以加强这个夜间灯光的造型 以凸显说我们基隆市整个城市 一个桥梁的一个特色 让我们也可以带动一个地方上一个夜景的一个城市 张耿辉指出 尽快为这三座具有地标性的桥梁除锈上漆 避免锈时越来越严重 不仅仅是为了延续桥梁寿命 保护驾驶人和行人的交通安全 也是让七堵及基隆市的门面持续发光发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